好 下一位是布雷德 好 我們帶來的是Handle的最後一帳舞 好 歡迎 Handle姐歡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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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握時間拍照 好 在情況下擺第二個POSE 超帥超帥 好 第三個pose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謝謝布雷德 謝謝布雷德 來 布雷德 往中間移動 欸 這樣布雷德 有辦法拿嗎一把 要不然你把頭可以拿下來 沒問題嗎 可以 好 這個 這 拿下 這真的太帥 你剛剛是不是在台上換彈啊 對 我在換彈 哇 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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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可以 可以 可以發射彈藥是不是 對 如果 大家要仔細看的話 我裡面有段一定都知道在裡面 這是7.62口庭的裝飾 這把槍是用整體的用CAS的GK模去灌出來的 然後 當然在灌彈的時候 大家一定都知道嘛 槍一定要上彈 才可以激發 所以這邊有終於的激發歌 對 有聽到聲音嗎 而且布雷德 應該是有擋過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清槍的時候槍口要朝天 哈哈哈哈 請幫你先收下 哈哈哈哈 喂喂喂 槍口不可以對人 剛好被田掌拿在拳包丟 我們拿頭盔丟 哈哈哈哈 這個號我是大概一年時間去製作的 其實就是為了今天我們來的製作人 真的 我有看到很多的細節 像這邊這個網狀的是什麼東西啊 如果大家等一下可以來摸摸看這個網狀的部分 其實這網狀的部分 這個材料一般的地方都找得到 就是大家洗衣服都會用到洗衣網 洗衣網 就是洗衣網慢慢去貼在泡皮上這樣子 所以它就會有這種耐比蜂窩狀的紋路在上面 欸 很猛耶 欸 那我想看一下你的頭盔 我剛剛看到你的頭盔 甚至 也有很多小玄機在裡面 哇 你看看這個 喔 小心喔 那就把它幫你拿 好 沒問題 頭盔的部分的話 是用玻璃纖維去翻模製作的 那 LED燈 大家 正常的大家都一定會看到 它這個頭盔也沒有裝電池 我剛剛有看到 但是呢 大家有看到 這邊有號碼嗎 有看到嗎 看到嗎 喔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一槍號碼 這是照角色的號碼去做 但是在做的時候 不是一般的人 用噴機去噴出這個號碼 我是 請 電腦雷射切割去切割出來這個號碼 用雷射切割啊 所以非常的精確 用雷射切割的話 比較有用這個角色在未來科技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使用未來科技的方式 去製作這種火灰 那還有這個 那 看這些道具的細節 我覺得已經有點到 電影製作 做生人版的選手 這個是 對 那個 直接就是做電影道具 不會有太大的破綻 真的 好帥喔 而且 我聽說 布雷德前陣子 是不是還破壞了什麼 季質之光 喔 對 這是最近的事情 那什麼是季質之光呢 他是 教育部 每年都會 在24所大學裡面 選出一位學生 上台去受這個獎 那他是 融獲就是說 你在大學的四年生活之中 你有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像我代表台灣出國去做 水晶頭盔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他有和自己設計師 維多利亞的設計師 我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又在內 於是 教育部就快發了這個 叫做 季質接觸獎 哇 所以這朋友的意義上 這也是 布雷德台灣之光 對啊 好帥喔 真的 布雷德真的超棒的 謝謝你 為我們帶來精采的演出 謝謝 感謝布雷德 OK 謝謝 真的很重 真的很重 好 謝謝布雷德